最近这段时间 MOS又到了 一年一度的水泥地可以摊鸡蛋季节了 在这个夏天 太空调呢 不想交电费 给电费凑个首付呢 然后又多不过文字 只能说 我这条命 全都是习惯和饮料给的 但这才几月呢 很久你挺住啊 现在才七月啊 你怎么能这么热啊 到八月该怎么办啊 要是没有夏天 钱也省了 文字台风也不来了 关键是人还舒服了 坚持不要太爽 诶 就是 没有暑假好像一点不太好 那问题来了 我们真的喜欢夏天吗 没有夏天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 诶 非常巧的是 在人类历史上 还真的出现过 没有夏天的夏天 并且也不是 冰河时期那么远的事 上一次无夏天年 离现在 并没有过多少时间 1815年4月5号 就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一声惊天举响 撼动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 坦布拉火山 捧伐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 有记录的以来 最早 最为致命的一次火山噴发 十天里 坦布拉火山 喷出了1400亿万钻眼浆 今年年初 怕海岛烘焖的汤家火山 在他面前 也只不过是个弟弟 火山爆发24小时后 火山会隐漫的范围 已经有了澳大利亚的面积 周围气温急剧下降 随后 大雨清晰而下 喝着火山灰 下了沉沉好几个星期 接下来就是非常走剧本的 风早垮 水云污染 装甲枯死 过瘾人死亡 等这类的剧情 然而 这次火山噴发 有一个剧情 并没有按着普通套路来 这一次 太阳 被他浇灭了 这次噴发 导致大量火山灰 被冲进大气层 形成了厚厚的气温胶层 遮挡了太阳辐射 保守估计 北半球平均气温下降了0.4-0.7度 当然 也有人觉得是 1-2.5度 但因为火山灰在大气层中 到处策马奔腾 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全球性降温过程比较好慢 过了一年 大幅度降温才出现 而这一年 在历史上 不叫做 无下纪念 而他 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走向 这一年 在东方中国 英国外交官阿美瑟德 来到了这里 因为不想磕头 导致他没碰到嘉庆皇帝 但这件事 对嘉庆来讲其实并不重要 嘉庆实际更烦另外一件事 闹鬼 1816年 中国一片地方 出现了六月飞雪的情况 嘉庆看着一脸蒙蔽 夏天平均气温 比往常低了2.5-30度 河北 山东 山西 河南 江苏的许多地方 都出现了 严重的霜冻灾害 安徽部分地区大夏天 夏雪下了一寸多后 云南地区连着三年出现了低温冷害 水到全部击击 史称嘉庆大灾荒 1816年 云南灾情记录有28个 到1817年 达到了29个 当时的家庆属于 空口吃花椒 人麻了 而地球的西边 当时的法国人还不会说德语 当然即使 1816年的法国还没有输给德国 他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固有特色 刚刚输给了另外一个国家 英国 这次战争 法国损失了5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0万的人口 新建议的王朝 在粮食危机中 正在考虑 该赌军种 还是走共和呢 刚从大兴回来的阿美士德 也在回国途中 碰到了战败被放逐的拿破仑 在1815年 弹波火箱爆发的两个月后 恼火 在滑铁路这个地方 迎来了自己人生中 最著名的一场失败 在滑铁路战役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多说法 什么军队宿主叉啦 选错将领啦 始终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 当年欧洲出现了异常的雨季 战役过程中 战场上突然出现大量降雨 导致法国错失战机 五角问道 大家的第三下 这异常的雨季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在意大利 由于火山的原因 开始下起了红黄色的雪 根据人们的回忆 这次下的雪 比以前任何一次下的都要多 好在伦敦 则是出现了 红紫辰三色交融的诡异落日 有时像火一样 有时却又五颜六色 这次火山爆发 产生了杂志 在欧洲飘了好多年 许多画家直接改变了 自己的作画风格 高得很长一段时间里 欧洲红色的颜料卖得特别好 年龄上很开心 说书的也很开心 日年瓦湖畔的一座古巴里 一群一位太隆 被憋疯的作家 因此开始了讲鬼物识大赛 最后憋出了恐怖巨作 吸血鬼和可血怪人 开喜可喝 在美国 1816年这个时间节点 由于他们和英国 打了两年半的仗 终于打停了 所以美国人实际处于一种 酷天同庆的气氛中 但高兴鬼高兴 酷还是要受敌 美国人刚给羊捡了毛 羊就在夏天被蹬死了 很多把自己叫做专家的人 开始分析一场天气的原因 最近大象飘来了很多府兵 肯定是大兵快把热量都吸走了 咦 会不会和密西西比和古地争有关系呢 要我说就是夏天 春春雨夏太多了 哎你们说 会不会是因为植物太多了呢 我们来看点树吧 就在美国还在讨论 是不是出太多的手 在世界的东边 中国发生的事 越来越离谱了 实际上 六月飞雪 冰气消暴 农业崩溃 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还是百姓 1816年 昆明 昆阳 安宁 松明 瑶州 大窑 楚雄 义门等地 同时出现大鸡 对地甚至出现了 历史上罕见的 大规模式观音头的情况 这种土吃了以后 会有吉祥的饱腹感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营养 并且吃多了 会排不出去 人会直接活活的被撑死 坦波拉火山喷发 导致了低温 还影响了东南积风 当时中国这片区域 南方哪儿哪儿都是洪水 北方这嘎大那嘎大 全是干涵 汗得汗死 闹得漏死 中国的农业结构 直接因为这次无下几年 被搬弯了 大树青朝正在江南实验 推广双击岛计划 但由于坦波拉火山 不将武德搞偷袭 导致最后计划失败 原本在乾隆时期 还赶在达里推广 北美奏 繁蜀 然而 繁蜀这东西 怕了 导致坦波拉火山影响结束之前 中国一直都没把番薯搞起来 否则一票中国人 早就开始吃烤番薯了 在1816年 我下周年buff的后续持续过程中 西边 西方各国 过得也相当坑吃别度 奥尔兰连着下了八个星期的大雨 法国咔咔咔地下起了冰雹 许多地方的玉米 上面都蒙了一层 像铁锈一样的红色粉末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魔幻了 导致玉米长出了美军 整个欧洲 浓作者质量和数量 不出意外的都出了意外 英国这边 真是相当不爽 1815年 英国营下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 刚从带银 升级成了日不落的道银 正准备在法国面前血弄 原来一波天气debuff下来 差点又变回了带银 英国国内 因为天气原因 小麦价格飞涨 战争结束 又让大量从事战争相关行业的人 失去了工作 工人太多 工作岗位不够 贸易又开始下滑 英国出现商业为民 钢铁价格 直接暴跌了一半 逛伦敦就出现了三万个乞丐 不知道的还以为带银打输了呢 为了避难 英国冒出大量移民 崩向世界各地 转家危机 然后一个夏天 光巴黎就出现了2.9万个英国人 我估计法国人当时先前是这样的 相比之下 面对中史实际灾害 美国人就显得比较团结了 农资物失收后 美国呼吁农民 为了预防本国出现灾害 不要把粮食高价卖到国外去 最好低价卖给自己国家的人 啊 效果非常显著啊 许多农民纷纷响应号召 把粮食低价卖给了国内的人 然后 美国商人又把低价收进来的粮食 高价卖到了国外 由于没粮食了 许多美国人开始对此见酒 这个没有夏天的夏天 也让美国人觉得 出道问题了 这天其实有备要来啊 再得在原来的土地上 包不住药基基了 再见了猫猫 今晚我就要远航 数不清的美国人 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开始洗钱 寻找风扰肥美 楼堂正在喝蜜的新土地 简单来说就是 掌送户火印第安人 1816年 在美洲诞生了印第安那州 1818年 出现了伊利诺伊州 美国吸进运动从此加速 纵管1816年的世界 当我们下几年的buff 在世界各地逐一生肖的时候 饥荒 瘟疫 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 如同天气四起事一般 接踵而来 疯狂的愿员家们 开始输入着末日的来临 零东将至 玩五街有意思 凡人街区是粉 中国 进入了600年来 最寒冷的一段时期 并且持续了60年 印度 爆发了那个时代最大的活乱 并且由于异常的天气 外加人口有种加剧 常年归宿在印度的活乱 第一次走向了世界 瘟疫从班加罗尔 一直满意到了莫斯科 当然了 几率无下经验的 十多一倒霉单里 还是有几个 决定要和命运做抗争的 比如说肥料工业之父 德国化学家李比西 就是因为这场寒灾 去研究了保证粮食产量的方法 然后发现了弹队之父的重要性 同样由于森树被冻死 人们被迫要去寻找新的交通工具 后来德国公爵 弗德莱斯就发明了 可转上双轮跑动机 也就是 自行车 不过和坦白自然相比 原来的抗争还是显得 太渺小了 坦白火山爆发 说到头也只是个奇迹 跟那些真正的怪物火山相比 也只是个迪迪 好像夏天还是存在的比较好啊 就算没有空调可的习惯 光凭一个人类工程学最解除的造物 棍子加破布 卖一时快线的奇妙组合体 我也是能硬撑下来的 那当然 饮料必须要加冰 还有蚊子必须死 还有 周藏 转发 点 赞